哈喽 我亲爱的老婆 哈喽 今天我们来聊个话题 聊一下 你知道李佳琪最近的事吗 不知道 怎么了 李佳琪不知道 我哪有时间看啊 来刷小武术的时间都没有 OK OK 我们来聊一下 我还以为你们在领导 我还以为你们在领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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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Howard 之前上过进的了 马来去斯坦佛上学了 我们给他送个行 Tim现在拍了很多优质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你叫什么来着 JustTim Wu JustTim Wu 你各个平台是统一的吗 呃 订阅一下 OK JustTim Wu OK 我在视频底下放一下 JustTim Wu OK 我在视频底下放一下 再教一句爸爸 再教一句爸爸 Hello Dylan What's up 观众问了 昨天是你要买什么东西的 昨天是你要买什么东西的 It was a Rolex 我突然间又排到个 Rolex了 然后 谁知道又两天又排到了 But this time I passed 如果一个月子你买两个 Rolex 是有点 crazy 有一点太 crazy So I passed 不 make sense 因为怎么样我也是人 But 你买了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他没有买那个排到的游艇玫瑰金的 但他买了另外比较popular的 现在NBA球星突然在带的 就这种 这要跟他书表一起带的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奇怪 就男生带这个 但是 像 The Brown James 他们那些人都在带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 So it look good though 你订了两个? All right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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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颜色 It was very good 我们先讲好 先讲清楚 这段你妈妈会看到吗? Yeah 你妈妈会说你吗? I don't know We'll see But it's all good Look 之前跟大家提过 这个智能手机 智能手表 所有的这些算带设备 全部都在听我们讲话 我今天拍vlog 讲我要讲李佳琪的事情 然后我刚才打开手机 哇 又推了各种各样李佳琪的事情 别人是怎么评论的 在我发表我的观点之前 我不太喜欢有一点就是 就有些人 我觉得好像是那种 不叫落井下石吧 但是趁着这个事情就狂踩 这个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可以就事论事 不用攻击他 他本人 或者对他进行人生的那种伤害 没有必要 下午的主要工作是见两位 可能会加入我们团队的成员 还有一位买家 对我们的每天会面很多 最近团队成员也在快速扩张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明年我们拍团队集体照的时候 室内可能真的拍不下 每一女你在偷笑什么请问 因为刚才那个朋友说看到你的眼睛 什么好像 问你的眼睛好点了吗 我说没有 挺惨的 然后我又这样 这样子一个表情 他说你这看起来不像是伤心 我的天哪 今天一天马步顶蹄 全部都是meeting 拍满了meeting 还没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稍微耐心 对不对 再去见一个人 然后我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对于最近李佳琪网红事件的看法 那就已经半夜了 又变成深夜深夜Vlog 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做下来跟大家聊两句 最近这个热搜 我们中国的第一大带货主播 然后我团队的Alex刘 东区的Asia也模仿拍了一个视频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频道 哪里贵的 你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Chino那边的新房都卖一百多万 我这边Ontario新房卖八十多万 一点都不 我自己关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我可以讲三点吧 网上的风评 对他的批评这些东西 已经大家看到很多了 我讲一些我自己的小故事 就是我有个表弟 我舅舅的孩子 我舅舅对我很好 如果你们以前听过我的故事的话 我舅舅是带领我进入篮球 这个世界的领路人 所以呢我跟我舅舅感情也非常好 我也很感谢他很感恩 我舅舅的儿子 我的表弟 我之前就作为大表哥 非常严厉的批评过他 跟李佳琪批评的网友是一样的 有没有努力 有没有认真工作 有没有 知道吗 就是奋斗 那个时候的我 就像被观众批评的李佳琪一样 我认为真的是努力 就应当会成功的 努力就有回报了 如果你奋斗 你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所以我就把我表弟的不幸的遭遇 归结为他不努力 作为大表哥嘛 有掌兄为父的感觉 就批评他批评的很厉害 他那个时候都被我讲哭了 so我如果你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大哥我向你道歉 对 看完李佳琪的这个事情之后 很多网友的批评之后 我也觉得 不是努力就会成功了 虽然我还不算成功 但是我现在取得的成就 我觉得 很多不是因为努力 是因为机遇 我之前见过很多网友 见过很多客人 见过不同的人 大家对我的这些赞美 在赞扬或者是 其中有很多理性的分析 我觉得讲的最对的一句就是 一个观众说的 李飞你的 现在的成绩 是因为你 趁了自媒体的东风 趁了疫情的东风 正好你做了很多视频 然后疫情大家出不去看你的 这个视频 然后又趁了耳腕发展的东风 所以你是借势而为 就像雷军说的一样 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所以你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认可 我不能够说我不努力 我有努力 但更多的是势头 我是恰巧在那个对的时间 做了正确的事情 才可以帮助我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觉得取得这样的成绩 不是什么大的成绩 了不起的成绩 但是 是一般的地产经纪人 可能没有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取得的一些成绩 所以我向我的第一道歉 向我之前认为过 因为不努力 而没有取得好的成绩的 包括同事们 道歉 对我团队 现在还有很多同事 可能业绩不够优秀 我过去有段时间是认为 因为他不够努力 现在我觉得可能不是 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有些时候你 努力也做不到 是天时地利人和等等 像佳琪来的 这是我想不想的第一点 第二点 可能就是要跟批评李佳琪的人 唱一下反调了 我觉得大家要有同理性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有同理性的人 李佳琪说的很多话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飘了 很多网友说他飘了 他赚了钱 他报复了之后 他不懂得感恩等等 我觉得不是 而是作为一个同样是日更 他是日播吗 每一天播吗 我是日更忙 每一天更时平忙 我比较有同理性 可以体会到他的痛苦 他是很富有 他现在可以说是亿万富 对吧 一年赚18个亿 身价多多多钱 每天赚5万人民币 他没有自由 他每一天被绑在那里 坐在那里去拨 对吧多少小时 每一天做那些routine 去谈合作 每一天每一天 他你可以理解为他很富有 但他没有钱去消费 去享受 去去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赚到了钱 失去了自由 他已经被整个公司 整个团队 整个合作的资本方给绑架了 我很同情他 At least 我每天更是因为我想更 对吧 有一些在网上黑我的人说 那个最能装的李斐 最喜欢炫耀的李斐 我就是 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李佳琪 No 我不认为李佳琪 现在是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是不得不做他每天做的事情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我比他要 幸运 我可以停下来 今天如果我不想更的话 我可以停下来 我可以不用更 他不可以 他一定要播 他不播的话 就像他说的一样 这么多团队这么多公司要养活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 太责怪他了 你看他自己说 他说我每天坐在里头痛的要死了 我马上就要疯了 是已经到了那个边缘了 特别是已经赚了这么多钱 还被迫的每天要坐在那里做这件事情 真的挺 我挺同情他的 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观点的话 欢迎发表言论 但是不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OK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好要拉黑你的 OK 就事论事啊 第三点我想要发表的言论就是 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我们可以获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every time我遇到这种事情 我都会去想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首先对 所以一个我自媒体博主 我不算网红 我不算什么头部 我是个自媒体博主 一个up主 一个网络上的公众人物 我之前有一次被别人讲 陷入一个舆论风波的时候 我说我是公众人物 也被人黑了 说你算什么公众人物 我觉得我算吧 我自己觉得算 最起码我是以公众人物的标准 去要求我自己的 做一些更光明磊落的事情 对吧 这样你说你自己是公众人物 不过分对不对 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我刚才想到之前的事情的时候 一打岔忘了想说什么 你可以学到什么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说话 你的言行举止 带来了可能的后果 我还是很同情他 但是他确实这点没有把控住自己 那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 如果你一开始就有的选 你在选择创造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想选择后面那种 李佳琪就是主动收入 他是每一天直播 然后他已经无法被取代了 必须得是李佳琪那个人坐在那里去播 不能是其他的人 否则的话大家可能不买单 这就是主动收入 他每一天仍然要 actively的去工作去播去带货去吆喝去赚钱 这种收入我觉得再高都 我不完全羡慕 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他已经没有自由了 而反观很多人是有被动收入的 就是我可以不用做事情 我今天可以是睡一天大觉 我出去旅行 跟朋友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仍然有收入 这种收入哪怕少一点 也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追求的 特别是现阶段的我想要追求的 我们做地产经纪人赚很多佣金 但是就我目前而言 我带这么多人的团队 我的收入95%以上 还是我的主动收入 是我自己去做案子 去做单子做交易 卖房子买房子 我自己辛苦劳动赚的钱 只有5% 5%吗 今年可能稍微多一点 10%吧 是我团队同事做成了之后 我的抽拥抽成 这叫被动的收入 其实我仍然不理解这是被动收入 因为我们团队还比较new 比较新 大部分同事没有什么经验 都是我去教他们怎么做 他们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 这其实不算是被动收入 就是我有参与 可能只有非常少几个同事 他们已经我觉得 完全不太需要我过问了 那他们贡献给我的这种分层 算是被动收入 所以很少 那我自己在追寻去调整 我的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的比例 我希望能够在三年或五年之内 把达到一半的主动收入 一半的被动收入 这样的话 即使我再去陪孩子出去打比赛 滑雪 出去旅行 陪伴家人 我没有主动的做事情的时候 我也有收入 这是我想向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可以从李佳琪事件中学到的 一定要增加我们的被动收入 这样你就不会坐拥亿万财富 而每天像他讲的我要疯掉了 我还不得不坐在这里头痛的要死 我们可以避免的情况 那我不想讲这个话 因为我讲的话大家会说说 你又鼓励我们 你又什么引诱我们 或者是忽悠我们买房子 最简单的提升你被动收入的一个点 就是买房子收房租 大家会说啊收房租有很多事情 很多头痛很多 委托给管理公司 你少赚一点 但你不要管 但是房子在增值 租金在增加 这算是最简单的被动收入 从这方面开始 如果你有其他的被动收入 买国债 买基金 买保险 买什么股票之类的 那just do it 提升你的被动收入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20多岁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想要努力的去工作赚钱 增加我们的主动收入 但是随着你有一定的财富的积累了 比如说我跟Dylan讲 要先开始买房子 不要买很多的手表 为什么我讲了手表 因为昨天的vlog里面 他又排到了一个rolex的手表 他觉得要不要买 他很纠结 他想买 最后扔信用卡 Dylan比较明智的是 这次听出了我的建议 没有再去一个月之内 连续买第二块劳力士 而是省下来钱 他以后可能会去投资 买房子等等 对 在年轻的时候 你想努力工作 创造很多的主动财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体力也衰退了 对吧 你各方面精力也下降了 你要增加你的被动收入 这样你可以猜 尽早的享受你的 不说退休生活 而是被动收入 带给你的自由 这个怎么说 生命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是这样说的吗 忘了 意思就是 有自由才有一切 如果你没有自由 像李佳琦一样 每天坐在那里被迫了要播 你有多少钱也 doesn't matter 你没有时间就花 对不对 这是我今天关于李佳琦事件 我自己的三点 个人的感想 希望有帮助到你 在mindset方面 或者是anything 有帮助 有启发就好 那我们 我的眼睛已经好多了 对 明天probably我们可以恢复 正常的日常生活 vlog更新 但是sometimes 也希望忍受我这种 坐在自己的唠唠叨叨叨的 最新学了个词叫口播 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啊 就是这种说话式的vlog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明天再见 see you tomorrow bye